卡米拉真是小肚鸡肠到家了,7月10日,在温布尔登网球赛的观众席上,她毫不留情地对凯特王妃的父母进行了打压,这一幕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米拉可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她的妹妹安娜贝尔也在现场助阵,两人联合起来的表演让人感到恶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大笑喧哗,完全无视周围的其他观众是否会受到影响,温网皇家座位区成了他们姐妹俩的私人秀场。 卡米拉和安娜贝尔穿着同色系的姐妹装,仿佛在宣示他们的统治地位,卡米拉还戴着一枚小狗徽章,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实际上却透露出一股令人不适的自得其乐,现在的卡米拉真是春风得意,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王后的位置,尽管她的举止和趣味都很低级,但大家只能忍气吞声。 毕竟她现在是高高在上的王后,在绝对权力面前,凯特王妃的父母只能默默忍受,几天前还笑容满面的他们,这次只能无奈地坐在角落里,连个陪同讲解的会场人员都没有。 全场活动中,卡米拉和凯特王妃的父母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简直就是刻意忽视,这种无视和冷漠让人不禁心疼凯特王妃的父母。 卡米拉的傲慢和得意简直达到了极点,完全不给凯特王妃面子,她根本不在意未来的局面,无论是几年还是十几年后,如果她比查尔斯先走一步,谁会对她怎样? 看来,卡米拉已经为未来做好了万全之策,甚至不惜用尽手段打压凯特的父母,根据统计,温网期间,卡米拉的出场次数和她的傲慢行为成正比,温网官方数据显示,她在整个赛事期间出现了十五次。 而凯特王妃的父母只有两次,这样的对比让人不禁怀疑,卡米拉是否在故意打压凯特的家人,再来看看一些数据,来更好地理解卡米拉是如何一步步爬上王后宝座的。 第一个是支持率,在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初期,她的支持率仅为20%,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达到了40%,第二个是曝光率,在过去的十年里,卡米拉在公共活动中的出席率逐年增加,从2009年的50次增加到2019年的120次。 第三个是媒体关注度,在英国主要媒体的报道中,卡米拉相关的新闻篇幅从2005年的不到5%上升到了2019年的15%,这些数据无一不表明,卡米拉正在逐步掌控公众的视线和王室的话语权,卡米拉在公众面前的表现简直就是一个权力的狂热者。 她和安娜贝尔的互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不是,她们姐妹俩在温网观众席上的大笑和喧哗,完全无视了其他观众的感受。 这种行为不仅失礼,更是让人感到厌恶。 很多人认为卡米拉登上王后宝座是她一生最大的成功,但她的行为却不断地刷新人们对她的认知。 从她在温网观众席上的表现来看,她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人。 卡米拉不仅没有丝毫王后的气质,反而像个市井泼妇般肆无忌惮地展示她的权力。 卡米拉未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虽然她现在风光无限,但她的傲慢和无理注定会为她招来许多敌人。 权力的游戏中,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暂时的得意。 卡米拉今天的得意忘形,或许就是她明天的落寞根源。 卡米拉在温网观众席上的丑陋表现,只是她真实面目地冰山一角,她的傲慢和无理不仅让人反感,更让人怀疑她是否有资格坐在王后的位置上,权力可以改变一个人。 但无法掩盖一个人的本性,卡米拉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她的真面目。 总之,卡米拉在温网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她的行为不仅让人反感,更让人怀疑她的品格。 在未来的日子里,卡米拉或许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质疑,她的王后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与此同时,卡米拉这位以支持医疗侦察犬而闻名的赞助人,被赋予了为这只小狗命名的光荣任务。 结果,她给这只新狗狗取的名字竟然是弗雷迪,一个连她家孙子都嫌弃的名字。 难道卡米拉完后实在找不到更有创意的名字,还是她觉得所有叫弗雷迪的都和这只狗一样特别? 在卡米拉的心中,弗雷迪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她最小的孙子也叫弗雷迪。 卡米拉的儿子汤姆·帕克·鲍尔斯和前妻萨拉·拜斯有一个儿子弗雷迪和女儿罗拉。 弗雷迪出生于2011年2月,比她的堂兄弟格斯和路易斯晚出生两个月。 这个小家伙在加冕典礼上与她的堂兄弟和乔治王子一起担任了荣誉侍从,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难道这个名字真的如此特别,以至于她必须在家庭宠物的名册上重复出现? 卡米拉完后不仅仅是弗雷迪和罗拉的祖母,她还是女儿劳拉·洛佩斯三个孩子的亲力亲为的奶奶。 劳拉和她的丈夫哈里·马库斯·乔治·洛佩斯有三个孩子,伊丽莎和双胞胎·格斯与路易斯。 看起来,卡米拉完后似乎过着忙碌的生活。 尽管我们很难想象她如何在一片繁忙中挤出时间为小狗命名, 虽然卡米拉完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一直守口如瓶, 但在一次与Vogue杂志的访谈中,她偶尔透露了一些信息, 她提到孙女们穿上衣服、化妆,这让她感到害怕。 她说,当你看到他们打着耳洞,化着浓妆,梳着奇怪颜色的头发时, 你会觉得很害怕。 看起来,王后不仅仅在为小狗命名方面缺乏灵感, 甚至在接受现代时尚潮流方面也有些跟不上节奏, 卡米拉还谈到了与孙辈们的定期交流, 表示,我们从小孩子身上学到东西, 他们也从我们身上学到东西,一直都是这样, 这种亲密的交流带来了更多的理解和互相尊重。 可是,想象一下,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家里的狗时, 这种理解和尊重会是怎样的呢? 总结来说, 卡米拉王后为爱权取名弗雷迪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既滑稽又耐人寻味的事件, 尽管她可能试图通过这个举动表达对孙子的爱, 但实际上, 这个故事只不过是王室生活中的又一个令人发笑的插曲, 也许, 王室成员们需要更多的新鲜创意来打破他们千天一律的生活, 而不是一再重复已经存在的东西, 无论如何, 这只小狗弗雷迪注定将在王室宠物界留下自己的独特印记, 虽然是通过一场命名风波,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哈里王子这次真是捅了大篓子, 难怪英国王室早就开始和他撇清关系, 如今看来真是先见之明, 英国王室出现在颁奖台上, 稀松平常, 但常常出现在大小领奖台上的, 恐怕只有哈里王子这样一个翘楚了, 这次哈里王子更是捅了大篓子, 获奖后不但几万人不服, 连奖项命名人的母亲都控诉说, 哈里配不上此奖项, 让人不禁疑莫西、古艾玲、 贾玛尔获过的SB奖项, 体育界的奥斯卡, 竟变得如此不值钱了, 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一位牺牲的军人, 运动员而设立的, 哈里王子这次获得奖项十分了不起, 就连这个奖项设置的初衷, 都是十分热血与悲壮的, 哈里王子所获得的奖项, 是为了纪念帕特·蒂尔曼这名橄榄球运动员而设立的, 同时这个运动员更是一名军人, 在战场中牺牲成为了劣士, 看完介绍, 大家就都十分疑惑了, 哈里王子何德何能, 做过什么贡献能配得上如此大奖, 难道和梅根走学几次, 当众秀了几次恩爱, 就能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吗? 得知哈里王子获奖, 帕特·蒂尔曼的母亲激动得语无伦次, 十分愤慨, 不停地控诉, 我并没有提前获得哈里王子会获奖的消息, 太多的人比哈里王子更有资格获得此奖项了, 恍然大悟, 原来主办方是敲咪咪帮着哈里瞒着所有人, 直到颁奖那一刻, 不得不说, 梅根夫人手腕了得, 手眼通天, 这关系都能走通了, 偷鸡不成反被拙, 不过, 哈里和梅根可以收买主办方, 却收买不了群众血亮的眼睛, 看来英国王室提前撇清和哈里梅根夫妇的关系, 还是十分明智的, 这夫妇二人, 真的是丢人无下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